台风凯米铺台越晚风雨越长 新竹线坚持商一星景平和佳乐村 是发布了土石榴黄色警戒 路上有路是崩塌交通中断 消防所是紧急撤离52位的重镇和孕妇等 各村开设收容所全面戒备 河川变成滚滚黄水 风雨逐渐增强 台风凯米逼近山区沿阵以待 今时相公所召开防台准备会议 乡内所有可能淤积或积水的路段 做一个彻底的清沟来处理 那避免淤积的情形 然后在18点昨天的6点 我们一起开设以后 就指示卫生组以及我们的社会组 在今天早上8点开始做乡内 52名的重镇病患跟洗肾的肾友 包括32周以上的孕妇 做预防性的一个撤离 手机不断响起警报声 一新景平和佳勒村接连发布 土石流黄色警戒 路上树枝横躺 紧入网洋老4.1K处就有落实崩塌 造成交通中断 赶紧抢通 相公所也紧急撤离 17位长照长者 27位洗肾病患 以及8位孕妇 7个村也开设8处收容所 备有粮食 睡袋 尿布等 能紧急提供安置 25名一亲 25名已经安排 安置在机构里面 剩下两名经过通报是在 史玛库斯的妇女 怀孕妇女 他们认为因为这个路段 非常的远 希望能够留在部落 那我也请卫生组及社会组 留下通话的一些记录 来保护我们所有的乡民 我想每次的防灾都是把我们的准备工作 做得越充分 越减少我们灾害的损失 公所外一心桥边堆满沙包 供民众取用 向公所检听台风最新动态 也呼吁民众远离浅势溪流 小心落实 务必做好防台准备